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提供这种错误检验是不能去改正这个错误的 也就是说你只能说知道你有错误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这里有一个添加了FCS这个真教育序列之后 在对端就是说你的一个数据包传输 经过封装解封装传输这些过程之后达到对端的时候 在对端进行逐层的一个解封装的时候 就会看到你这个FCS这个序列 如果你这个FCS序列跟你在原设备上的FCS序列是不同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你这个数据包已经被修改过 至少已经被打开过了 或者说是你这个可能在传输中有一些什么物理方面的毛病 那么你这个数据包就会被丢弃 这个就是提供一个错误效应的一个机制 至于什么叫访问控制呢 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数据链路层的一个结构 数据链路层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它又分成两个子层 第一个子层 麦克子层 戒指访问控制子层 和LLC 也就是逻辑链路子层 这两个子层 这两个子层就是干什么的 麦克子层 我们是用来负责麦克群指和定义戒指访问控制方法的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叫网络地址吧 至少也就是说IP地址 与之相对呢 还有一个物理地址 也就是麦克地址 这个地址是干什么的 它呢 在一定区域 甚至说全球范围内都是唯一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在你当你的这台机器出厂的时候 厂家就会在你的网卡上进行一个烧录 将你的这个麦克地址烧录上去 所以呢 在我们的以太网结构 或者说在我们的局域网结构中 我们进行一个寻指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应用于这个麦克地址去进行一个转发 甚至说在全网 就是说你在你上外网的时候 我们的我们的原IP 目的IP 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但是我们的原麦克地址和目的麦克地址 是不会变化的 当我们在访问外网的时候 麦克地址和IP地址是要同时起到作用的 相当于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 IP地址是用来干什么的 IP地址就是一个一个路标 所以呢它在不断的变化 而你的麦克地址是什么 就是你的最终目的地和你的起始地点 这是绝对 这是永远不会变化的 至于LLC子层是干什么的 LLC子层为上层协议提供SAP服务访问点 并为数据加上控制信息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上天说了 OSI参考模型是一个层的结构 它分七层 层与层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那么我们既然有紧密的联系 又把它分成这个层 那之间 它们之间又是怎么联系的呢 就是通过这个SAP服务访问点 我们的当我们的上层 需要用到下层的服务时 上层就会通过这个点 SAP对下层进行一个访问 然后让下层对上层提供一个服务 在我们的七层结构中 除了应用层 其他六层 都有这个SAP点 为什么应用层没有 因为应用层是最高层 它没有上层 没有上面的层 再要说去 对它进行一个访问 这就是LLC子层 LLC子层呢 靠近于第三层 它居于Max子层之上 靠近于第三层物理层 靠近于第三层网络层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软件方面的子层 而Max子层呢 靠近于物理层第一层 所以说它更趋向于硬件 所以我们才说 数据链路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层 它是软件和硬件沟通的一个桥梁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链路层的一些设备 数据链路层的设备呢 交换机 网桥 网卡 网桥这种东西是什么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网桥呢 其实很多时候 它都是一种软件上的一种概念 或者说是一种早期的交换机的一种雏形 很多人都开玩笑的说 交换机就是一种网桥的商业化的一种体现 就是为了去更好的追求利润 才出现了交换机 这种性能更好 转发更快的这种机器的出现 好 我们来进入第二点 冲突域和广播域 冲突什么叫冲突 在以太网中 当两个节点同时传出数据时 从两个设备发出的针将会碰撞 在物理介质上相遇 彼此数据都会被破坏 这就是一个冲突的概念 举个例子 你和你的社友 两个人在宿舍里边上网的时候 你们两个同时发送一个数据 结果在这个网线上 或者说在光线上发生了碰撞 导致你们的数据全部都化了 这就是一种冲突 冲突域是什么 顾名思义 就是发生冲突的区域 至于他说的这种 一个支持共享介质的网段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好 其实就是发生冲突的一个区域 广播域是什么呢 广播帧传出的网络的范围 一般是由路由器来设定边界的 为什么呢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点 广播 什么叫广播 在网络中 我们传输消息的时候 其实是有三种方法的 单播 组播和广播 什么叫单播 单播就是一台机器 只传给另一台机器 将你的数据只传 或者说消息只传输给另一台数据 另一台机器 这就是一种单播的方式 什么叫组播 一对多 你一台机器 传输给多台特定的机器 这就是一种组播 广播呢 就是说 在一个范围内 我这一台机器 发送消息 其他所有机器 这一个范围内的所有机器 都会接收到我这个传输的消息 传输的数据 这就是一个广播 既然我们也说了 这有一定的广播是有一定的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广播域 他这也说了 router就是路由器 是不会进行 是不会进行 对这个广播消息的一个转发的 所以我们 由路由器来进行广播一度划分 好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CSMA-CD 循环机制 这是干什么呢 载播真听 多路访问 冲突检测 这个中文名字很拗口 大家可记可不记得 只要对这个英文单词有一个概念就好 这种机制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 它是提供一种 戒指访问的控制方法 也就是说 当在同一个共享网络中 不同节点 同时传送数据报时 很有可能会产生冲突 而这种机制呢 就是用来解决这种冲突的 就好比说 当我们在一个网络 在一个教室里边 我们同时有很多人 想要回答老师的问题 想要发言 那么呢 我们不可能说 同时让两个同学一起站起来发言 那听谁的呢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有顺序的来 首先 比如张三先发言 先说话 说完之后坐下了 李四站起来接着说 这种就是说什么呢 就比如说 你的所有机器 就是你这个教室里边的所有同学 然后呢 某个台机器要发送消息了 他要先看一下 在这个网络里边 有没有 其他的机器要发送消息 也就是说 有一个同学他要回答问题 他首先要看一下 其他同学有没有站起来正在说 如果其他同学正在说 他不能站起来说吧 那多没礼貌 对不对 也就是这样 当有一台机器在发的时候 其他的机器 都要都会收到这个消息 就是说 现在有一台机器在在正在发言 或者说正在传消息 也就是他们就会进行一个 退避算法的一个计算 然后呢 等待一定时间之后 再去进行消息传输 这个呢 就是这种 CSMA-CD 一种循环机制 不过呢 这种机制呢 其实呢 是一种很老的机制 为什么这么说 CSMA-CD 它有许多特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它呢 只能在半双公的网络上使用 什么叫半双公 半双公 也就是 大家可以这样想 一个 就是一个单向的 就是一个双向的车道 也就是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只能 就是 只有 一辆车在上面行驶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只有一个消息 能够在这个网络上传输 这个 就是半双公 所以呢 这种网络 其实已经 几乎被淘汰了 已经很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 再去使用这种网络了 所以它是一种很老的机制 大家对这个概念 只要理解一下就好 而且呢 这种 机制只会在局域网络使用 而且呢 就算你使用这种机制 我们 这种 数据的碰撞 也是 有可能的 就比如说 两个人同时 就 就比如说张三在发言 李四 还有王二 他们两个都等了 结果 等张三亿一坐下 他们两个同时都站起来 都说 那么 他们俩的话 迭在一起都听不清了 就是说 我们同样是有这种可能 回去 发生这种 消息的碰撞 导致数据的破坏 好 我们下面来说一下交换机 和桥运行在链路层 这个是什么呢 交换机 它的每一个端口 都是划分冲突域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的每一个端口 和每一个端口之间 是不会产生冲突的 但是呢 它不会划分广播域 交换机的所有端口 都在同一广播域之内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了 广播域 或者说广播 是在同一网段之内进行的 交换机是不会划分网段的 所以它不会划分广播域 广播域的边界 是以路由器来界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点 ARP 这种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既然有物理地址 又有网络地址 也就是说既有 Mac地址 又有IP地址 那么我们去怎么来 进行一一的对应呢 也就是通过这种ARP协议 ARP协议呢 是一种TCP-IP协议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三层 也就是说网络层协议 但是呢 它却是工作在数据链路层之上的 它是将你的一个IP地址 对来对应出 它究竟的Mac地址是什么 就比如说 在一个拓扑里 当主机发送消息的时候 ARP这个消息 这个请求 会被全网广播 比如说在这个网络中 会被广播出去 然后呢 所有这个网络中的机器 都会收到ARP这个请求 这时候他们就会 来跟自己的这个地址 去进行校验 如果是它是 这个ARP请求的真正的目的主机 它就会进行一个应答 去给ARP这个请求 返回一个数据报 这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地址对应 之后呢 这个ARP对应的关系 就会被缓存在主机里 之后再发送了这种 就是IP地址 或者说Mac地址的一种消息 其他的一些消息 请求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需要这种ARP请求了 当然ARP 这种东西呢 还有其他的 就比如说像222P 也就是逆向的ARP 这种请求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通过Mac地址 来获取IP地址 还有一些像代理ARP 这些东西 协议ARP这些 当然这些呢 有些东西就涉及到CCMP里边 一些高级的内容了 在这里我就不向大家 多多介绍了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 三点 一 什么是OSI参考模型中的数据链路层 二 冲突 冲突域和广告域的概念 三 ARP 地址解析协议是什么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